穆国兴的车 在距离雷雷二十余米远的地方 缓缓停在了路边 穆国兴像平日一样坐在车里 还等有人给他开门呢 直到贺强转回头来 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 他在想起 林浩已经回家看望他的母亲 现在车里 只有他和贺强两个人了 穆国兴自嘲地笑了笑 打开了车门 先探出头 向车的前后看了看 这才从车里钻了出来 平日里上班啊 穆国兴穿的都是一套 中档的深蓝色西装 他的这身打扮 乍看起来在人群中毫不显眼 不认识的人 谁也不会把这个年轻人 看作是金山市的市长 这个时候 前面跑车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雷雷的手腕 只见到雷雷那张漂亮的脸蛋 顺时变得痛红 嘴里说道 郑先生 请你自重点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穆国兴走到雷雷的身边 看都不看车里那个人 一脸关切地问雷雷 车里的人 看到一个帅气的男人出现了 这个时候也走下车来 穆国兴看了看这个男子 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 人长得倒算是不错 雷雷看到穆国兴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定睛一看才发现 穆国兴正面带关切的神色 注视着他 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幸福 要不是穆国兴突然出现 他还真不知道 该如何摆脱这个男人纠缠 雷雷由于怕别人听到 仰着脸在穆国兴的耳边 低声说 这个饭店的五香牛肉非常不错 我看到你上次很喜欢吃 今天下班 我就顺便过来买一点 没想到我刚停好了车 就碰到这个人了 他看到我就过来纠缠 非要请我去吃饭 赶都赶不走 看到雷雷和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 在亲热地说着话 这个从跑车上下来了一个男人 脸色是红一阵白一阵 不过这个人脸上倒能撑得过去 笑着对雷雷说 雷雷 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这位仁兄是谁啊 雷雷看了一下那个男子 见穆国兴对他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就笑着对穆国兴说 这个人叫郑天成 三有皮革的总经理 前几天在企业家联谊会上认识了我 雷雷说完又扭头对郑天成说道 这是我郭欣哥 在市政府工作 他爱人就是我们集团里的财务总监 要说这雷雷啊 确实厉害到能撑得住场面 也可以说是够坏的了 他见郑天成不认识穆国兴 介绍起来呢也含糊其词 他知道穆国兴对他身边的女人都是非常的爱护的 从穆国兴在京城整治那个纠缠钟灵的 某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游仙科就可见一斑 但是钟灵是穆国兴的正牌妇人 对雷雷又会是怎么样呢 雷雷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他也想借这个机会来看看穆国兴 是不是对他自己非常的在意 穆国兴听到雷雷的介绍 立刻想起了对面这个人的名字 和他所在的三友皮革 这个三友皮革呀 也是某沿海经济城市 莱津山市投资的企业 根据招商局的报告 这个企业在他们当地呢 也只属于中等的水平 主要是从事皮革的加工和外销 前几天他们在金山市郊区 投资两千余万元 建立了一个皮革加工厂 开工典礼呢 也给市政府送来了请柬 但是根据他们的投资规模 市政府办公室准备让招商局的局长 崔金庆去参加这个典礼 并没有安排副市长去参加 后来啊 这个三友集团的老板听了这件事 还亲自跑到了市政府办公室 要求市里无论如何 也派一位市长去参加他们的开工庆典 但是被市政府办公室 以所有的市长工作日程都已经排满 没有时间没有 婉拒了他的要求 使得这个大老板呢 还有点不高兴呢 两个男人同时伸出了手 礼貌地握了握 这就算认识了 穆国兴倒不是特别注意这个家伙 拦住雷雷的事 他认为漂亮女人吸引男人是常见的 钟灵的身上不就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穆国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和蔼的 也很随意 考虑他 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总 脸上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微笑 相互问候之后 郑天成随意地扫了穆国兴一眼 他常年在商场里打拼 眼光自然不会很差 他本能地感觉到 这个同样年轻的男子不简单 不过由于郑天成多年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再加上他对金山市的情况不了解 当他看到穆国兴身上的衣服 都是市场上的大陆货使 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这位仁兄 相请不如偶遇 我刚才正在邀请雷雷小姐一起去吃饭 不如赏个脸 一起吃顿饭 怎么样啊 郑天成的心里虽然有着优越感 但是 他听到雷雷介绍穆国兴 是在市政府上班的 看这个人的穿着 打扮大小也是个干部 郑天成虽然眼高于顶 看不起穆国兴 但也知道分寸 他也不敢轻易得罪政府机关的人 穆国兴本来是不想去的 可是却不知道 雷雷是怎么想的 不等穆国兴说话 就抢先说道 那好啊 我们就一起去吧 你说 咱们到哪吃 郑天成作为一个男人 在漂亮的女人面前啊 总喜欢表现一下自己 这个时候 男人的虚荣心作祟 尤其是在出现竞争对手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郑天成想了想 笑着说 咱们就去京城宾馆吧 那里的档次还是挺高的 菜式也非常不错 我听说金山市的市长招待客人 最喜欢去那个地方了 京城宾馆 最近刚刚接待完了 人带会的代表们 以他优质的服务 和美味可口的饭菜 确实狠狠地出了一把名 但是 穆国兴经常在那里出出进进 可以说 金城宾馆上上下下 没一个人不认识他 到了这时候 穆国兴有点犹豫了起来 穆国兴这一犹豫 谁曾想被郑天成给误会了 他以为穆国兴怕买单呢 他也知道 政府官员的工资都不高 看穆国兴这个年龄啊 也就是个科级干部 顶多是个副处就撑死了 再说了 身边还站着个大美女嘛 男人嘛 在女人面前总要表现自己 郭先生啊 请放心好了 既然一起吃饭 当然是由我买单了 我也知道 你们政府公务人员的工资都不高 去哪里吃饭 有时候一个月的工资都不一定够啊 郑天成无不得意的说了这番话 用略带轻蔑的眼光看着穆国兴 他刚才听雷雷介绍说 面前这个年轻帅气的男人是他的国兴哥 他以为穆国兴的国 姓郭呢 这样一来误会就大了去了 穆国兴和雷雷两个人相识一眼 就知道这个郑天成误会了 两个人都不想说破 继续装着糊涂 穆国兴也想看看这个郑天成啊 究竟想如何的表演下去 心里呢 也起了一种恶作剧的念头 穆国兴说 金城就金城吧 不过呢 我要先打个电话 说完 掏出了手机 给贺强打了过去 郑天成看到穆国兴答应了 脸上顿时出现了一种得意的神色 等穆国兴打完电话回来之后 又装出一副烦恼的表情说道 哎呦 可是我这个车只能坐两个人呢 这可怎么办呢 言下之意是 郭先生啊 您就别跟着颤和了 我带着美女就先走了啊 可是这个时候 郑天成突然发现啊 市政府的二号车开了过来 一脸崇拜地说道 哟 那不是金山市市长的车吗 我要是能像坐这辆车的人 这辈子活得也就值了 穆国兴笑着对郑天成说 不就是辆车吗 这有什么呀 车再好也是人来坐 从来没听说过车做人的呢 郭先生的话可说的真是幽默啊 道理是不错 但也要看看 它是什么样的车 是由谁来坐 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话不投机 一半句多 郑天成说完之后 看到雷雷 依然站在穆国兴的旁边 就连忙说 雷雷小姐 请您上车吧 至于这位人凶嘛 就让他打第一次去吧 穆国兴没有理这个郑天成 此时 雷雷在一边说道 我们自己有车 我和国兴哥 坐我们的车就可以了 你还是自己开着你的跑车去吧 来到了京城宾馆 郑天成也许是想显示一下 他跑车性能是多么的优越 等穆国兴累累到达的时候 他早已到了 靠在车上摆出是自认为很潇洒的姿势 等着他们两个人 可惜的是 两人下车之后 谁也没有多看郑天成一眼 穆国兴看着诺大的停车场 各种车辆密密麻麻 其中也不少挂着的是政府牌照的公务车 皱了皱眉头心想 对于这种现象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静止 如果问起这些公款吃喝的官员们 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来应付你 对这种事情 也只能在会议上强调一下 必要的时候 以市政府的名义下个文件 稍稍杀一杀这股风气 要是真能完全杜绝了 那才是怪事呢 雷雷在一边柔声问道 国兴哥 你看什么呢 看到你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要不我们回去吧 来都来了 回去干嘛呀 你不想看看那个人 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吗 吃醋了 哼 这可不像你个大市长的做派 不过 我还是很高兴的 郑天成看到木国兴和雷雷 在那儿怯怯思语 一副亲密的模样 心里啊 就一阵怒火中烧 他决定 等一下要好好想办法 为难一下这个姓郭的 让他知道 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 二位 我先去订包厢了 订完之后 我给雷雷小姐打电话 如果找不到地方的话 就找个服务员带你们进去 免得走错了地方 啊 要说郑天成确实够狂的 他就没想一想 即便木国兴是个小职员 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 可是雷雷毕竟是金山市 零售业的巨头 拥有三家大型超市的 总经理 资产规模 远远要大于他那个皮革厂 这个人 也是为了在美女面前 显摆自己 连自己的身份 地位都忘记了 雷雷刚要开口说话 看到木国兴 冲他递了个眼色 心里就明白了 笑着说 那好啊 我们就等你电话了 雷雷这么一笑 真可谓是回头一笑 百媚生啊 把郑天成看得呆了 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在这个大美女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千方百计 也得把他追到手 他又想和雷雷再说点什么 发现雷雷已经不再看他了 在和那个姓郭的小子 小声嘀咕着 过了好一阵 郑天成才醒过来 快步走到了 京城宾馆大门 不一会儿 就兴兴地出来了 对木国兴和雷雷说道 哎 看来我们得换个地方吃饭了 有个企业开工典礼 今天晚上把这全包了 没办法咯 咱们去其他地方吧 哼 是吗 那我进去看看 有没有办法 木国兴淡淡地说完 就和雷雷走进了京城宾馆 留下郑天成呆呆地站在原地 心想 我除双倍的价钱都没订到包厢 你一个满身穷酸样的小小公务员 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看着紧紧跟在木国兴身后的雷雷 郑天成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输了 也跟着两个人走了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